一直跟我說什麼大陸大媽什麼 我說為什麼 因為他小XXX 這能講這能緊嗎 這能緊對不對 說台灣有一個很大我非常不喜歡的那種 貪小便宜 貪小便宜 香港人為什麼這麼討厭路客去呢 就是這些畫面嘛 對 不 哈囉YouTube 你學我幹嘛 我們現在已經不是哈囉YouTuber 現在是什麼 歡迎回到台灣人看大陸 終於回歸啦 對沒錯 但是真的這個系列喔 讓我又愛又憤 但又很懷念 我們叫你做了兩年了都不錯 對 因為我就沒有去大陸嘛 但是我近期去了一趟深圳 所以我就覺得有一些感想 想跟大家分享 是因為你越來越不喜歡大陸 你現在都一直在跟我狡大陸人 你這樣行嗎 是假的 我沒有 我沒有 對啊就他媽那天遇到那個大陸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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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玩笑了 那天去那個去沖拉瓦 對日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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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直跟我說什麼大陸大媽什麼 我說 你現在這樣不行 你要回到以前那種感覺 我講我的你就覺得你不怎麼樣 好來 以前舊的深圳保安機場非常小 然後他有時候就是要做shutter bus 就接駁車 然後接駁車你再往下走 然後那個地方都比較小 然後隔音都比較差一點 就回音很重 然後幾個大媽在那邊聊天 整個耳朵就可以被 快被他們罩 對 然後我整個就經營不好 然後我一直要罵人 可是沒辦法 他們人比較多 大媽團很多的 所以其實今天我們就是要跟大家聊一件事情 就是 台灣人跟大陸人很讓人受不了的那種 旅遊很糟的習慣 今天我們要為大家開箱的呢 我們今天要開箱什麼 就是這個Sony 降噪耳機 當你遇到就是 受不了大陸的時候把它戴上 那麻煩那個發票 默默幫我寄過去給那個Sony 我現在講話你聽得到嗎 有沒有聽到我在講話 只聽到 嗯 對 OK 那你這邊還有另外一顆 那我現在講話你 喔喔喔喔 怎麼了 變大聲了 為什麼 他就是 就沒有降噪了 屌欸 對啊我們今天開箱這個 結束了 那我們今天開箱影片就差不多 我們今天就是要來聊一些 就是 台灣人跟大陸人 在旅遊上面 真的會發生很多很多 讓你很討厭的事情 對 這個真的是有感而發 你知道 所以我完全很推薦這個耳機 不是大陸人 抱歉我要出改 大陸的年紀大的人 講話真的很大聲 他們不會看場合 因為上海 而且他們用上海 用上海話講話的時候 你也是 上海有分普通跟普系 普通的人說話 通常比普系大聲 但是我覺得 講話大聲不是問題 接下來我就要講到 我從前遇到的事情 是你選擇的場合的問題 可是 可是我必須要再講一句話 我很怕死 我怕得罪大陸人 去過一些地方 韓國的大叔講話也這樣子 對韓國講話 不是只有大陸人 對 只是我還是那句話 因為大陸人口比較多 所以他很容易被放大 他的基數 基數大 對 你們遇到那種大陸 這個韓國的大叔 你也是很反感 對啊 衝衝衝衝衝衝 不是 就是大陸那種是 亂射型 就是 放射狀的這種炸 他有高低低音 然後可是 韓國是比較低的那種 低音頻 然後 噴噴噴噴噴噴 的那種感覺 這一次 真的有感而發 要拍這一部 真的是因為我在便利商店的時候 小小一間便利商店 然後 因為這是日本嘛 那大家也知道 日本人的信心就是 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很舒服 有一個第一點我覺得我比較沒有辦法理解的 就是 我們先講大陸的部分 為什麼 日本人的店員 你要一直跟人家講中文 他跟我講 一個大陸大媽 一直問 就是 日本的店員說 這個跟這個是不是一樣 對 他很堅持很大聲的說 這個跟這個是不是一樣 然後 如果我是店員會認為說 你是要拿這個 拿這個 對 拿的時候 拿媽 這個跟這個是不是一樣 問題是 店員就是日本人 他就聽不懂 他媽的一定要跟他講這個 因為他小 這能講 這能講 這能講嗎 這能講 有某部分人的大媽呢 我覺得 你沒有辦法去改變他太多東西 我曾經也是很討厭這一種 就是 出國 然後大小生 然後就是亂七八糟 然後也不會排隊 知道我爸跟我講一句話 你知道 有多少人這輩子才有辦法第一次搭飛機出國 這也是同理心啦 對 因為他們可能很興奮 好啦 再過來第二個 早期的台灣也很常會有這種狀況 就是 住酒店 不愛關門 大家在那邊聊天喝酒 會嗎 就是大家會在那邊聊天 然後門是開著 現在目前大陸的狀況 也比較好了 但是 前一陣子還是很常遇到 你說台灣也會這樣嗎 台灣是 可能要在更早以前會有這樣的狀況 他們很喜歡開著門通風聊天 我相信有很多大陸的朋友 也都一定會同意我的說法 但是我一直沒有辦法理解的是 你們為什麼不關門 因為整個走廊都聽得到 欸 如果你們真的有遇過的 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真的 你們沒有遇過喔 再過來 這個是其實大家很常看包裝雜誌 然後大陸 也很多人也都知道這個狀況 關於小朋友大小便的問題 唉 關於小朋友大小便 請看接下來的影片 對不對 對不對 哪一支影片 哪一支影片 香港人為什麼這麼討厭路客去呢 就是這些畫面嘛 我拍台灣人看大陸 就是只有一個原則 眼見為憑 我上一次呢 是在 我記得算是 我記得好像澳門機場 還是哪一個機場 就我從廁所走出來 我剛從廁所 這樣一個轉彎 我在登機口 轉彎走出來 我就看到 驚天地 氣鬼神的畫面 一個媽媽直接抓著 小朋友的 咖嗓 就腳 成天 這樣的狀態 然後就直接 在垃圾桶 垃圾桶上面 不是就廁所在這嗎 你為什麼 有什麼好這麼急的 小孩就要大出來 我有辦法嗎 我沒辦法啊 廁所在那裡啊 你可以包尿布了嗎 我也想太快 在廁所大便 就是沒辦法啊 關於上廁所這件事情 目前還是無解 但是一樣 需要時間啦 這真的需要時間 我覺得這幾天真的少很多了 少很多了 真的少很多了 我以前在香港 什麼天星碼頭 也看了就在那邊小便 其實我們剛剛講的這一些 在台灣 比較久之前 也是有滿常發生的 像 之前有一個 Cole哥有跟我分享 這真的是很天才 還要跟我講的快笑死了 以前我聽侯文勇講過 不是我講的 他講 他們帶學生去日本 旅行 嗯 導致他們講 冰箱的東西 不能拿出來喝 然後後來他們走了之後 然後那個 飯店就衝過來 老實就面有難色看著他們 老師就面有難色看著他們 你們是不是有把冰箱東西拿出來 沒有 沒有 為甚麼沒有拿出來 沒有拿出來喝 為甚麼他附起來 因為他拿吸管在裡面喝 呵呵呵呵呵 就這樣 就反而我沒有拿出來 沒有拿出來 就喝掉 這個也是 其實這一個部分 我覺得真的很冷 carte 就是我要說 台灣有一個很大 我非常不喜歡的那種 貪小便宜 貪小便宜 只要對方服務業犯一點小錯 那他們就 就是新加坡人啊 怎麼樣啊 怎麼樣啊 其實他最後只是要表達一個事情 就是 有沒有扣一點 太明顯了你知道 就是 當他一直提出什麼 欸 那不然這樣不好意思 我今天算你免費 欸 那個笑容馬上就出現 因為他都跟老人出去啦 我跟年輕人我覺得還好 我覺得台灣人還蠻以和為貴的 會嗎 當然我們現在說的所有東西 他並不是一個常態 他是一個 比較特殊的狀況 沒有他都 就什麼台灣人道路 沒有我都說年輕人 他什麼 他是一竿打完了 我這種 不是我們比較客觀 那不對喔 你不夠客觀 我無所謂 因為你剛剛都說大媽 難道全大陸的大媽都得罪你了嗎 sorry我錯了 要來玩我們 我錯了 好啦 反正不管如何啦 你有沒有發現有什麼很 你看過 那種不論是台灣大陸還是馬來西亞哪裡 你看過那個很 讓人厭惡 旅遊時候的那種發生那種狀況 在下面留言跟我們分 麻煩大家喔 因為 Anson台灣人看大陸終於回來了 你希望他聊什麼主題可以在下面留言 喔對 這個很重要 因為他的腦筋最近已經被不補寵壞了 已經沒有辦法再多想一些主題 就是人工很賣萌 很可愛 很有愛 你們希望他聊什麼東西可以在下面留言 好啦記得要去訂閱 Cookie醬 他那邊 有我們之前合作的影片 其實我在他的頻道 有一直在做台灣人看大陸 一直沒有在自己頻道 我們有做三集吧 對 做了三集 對啊也是有早一點流量過來 謝謝 他每天都故意去留第一個 我幫他置頂 好啦 大家記得去看 好不好 那我們就下次影片見 掰掰 記得按讚訂閱 蹦 為什麼要等一下勒 他等你按啊 啊 我最近真的是一直想要走 和五十藍落賽 這會被告嗎 應該是不會啦 應該是不會的 對 對 對 OK OK